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娘 你也绣了好久了 我看这百寿图啊 大部分都绣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让绣娘来做吧 你也辛苦 该回去好好歇一歇 也好 那师父我就先走了 火葩 火葩 接下来几天家里要处理的事物 我已经罗列出来了 你拿去 明早交给各位管事 我就放在这桌子 侯爷回来了 他们怎么都不通报一声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 你看你 又要处理家事 又要为万尚皆县礼 身体哪能吃得消啊 我没事 我看这段时日 家事就留给下面的人处理 不用 侯爷 家中事物繁多 而且牵扯到方方面面 若是无人拿主意 他们谁敢担这个责啊 侯爷放心吧 我能应付过来 可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这么辛苦 不辛苦 谢谢侯爷关心 我现在 就希望这幅刺绣 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 然后获选 这样我们仙灵阁的刺绣记忆 就能广为流传了 还能帮助更多有志于此道的女子 是 既然如此 那 我有什么事可以帮上忙的 您一直支持我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好 那 我支持你 这百兽图有公子的一份辛劳 如今绣好了 务必要请欧公子过来瞧瞧 怎一个好自了得 这万寿节 这些 必定有仙灵阁的一席之地 不过 我提醒的是 定要放在心上 欧公子放心 我已经有对策了 一会儿我就将这百兽图 带回家中保管 夫人 几位姨娘都已经到了 等着给您请安呢 嗯 夫人 夫人 看夫人风尘仆仆的 是刚从仙灵阁回来吗 是啊 听闻夫人 在仙灵阁 帮着准备万寿节的绣品 可是东卿手上这个 夫人 我着实好奇 要不先打开 给我们开开眼吧 否则 你能不能来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为 约哥在读文章呢 姨娘 怎么样 去乐山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姨娘 我家玉哥最乖了 姨娘 您为何伤心 为娘舍不得玉哥 姨娘 您别伤心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等我归来 便是我考虚功名的时候 秦队 我一样突然想到 玉哥这一走 一定很长时日 都见不到尊哥 你要不要在走之前 去跟尊哥道个别 最后再陪他玩一会儿 尊哥最爱玩捉迷藏了 你要不要陪他玩这个 还是姨娘小的周到 我这边去 去吧 哥哥 哥哥 你怎么来这儿了 春哥 我要去洛山了 这段时间我要好好准备 就不能跟你一起念书了 所以来看看你 这是我送你的告别礼物 你去洛山干什么 去读书 这样才能考取功名 观耀门霉 趁赵先生还没来检查功课 咱们去玩会儿吧 真的 你能陪我玩 当然能了 你想玩什么我都陪你 我想玩捉迷藏 好 走吧 这是很快 这对 他就给你走 你是不是 很快 我想玩